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1周 继3月14日到3月18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0周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周开盘价是856.30 周收盘价是795.35 周中最高是在866.14 最低是到达了782.17 那周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8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126亿股 是前一周的0.9倍量缩 KD值我们会看到开口继续合拢 快线由原来的上升转为了下降 那这样的信息预示着股价将依然进行盘整 MACD开口不变 双线继续下行 我们会看到这个快线现在已经进入到0轴的下方 那我们也会看到下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绿柱 这样的信息预示着股价将进入到一个空头的下行阶段 好 我们来看看当周的K线信息 2022年第10周生成的这个K线叫做实体中黑K线 那这样K线的特征啊 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啊 通常是在2.5%到4.5%之间 开盘即是最高价 然后收盘收在最低价的附近 上下影线可以是没有 即使有也是很小 对 那么这样的K线可以出现在K线图的任何位置 那不同的位置它的寓意也将不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第10周当周的这个K线 那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盘整区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尤为重要的几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它在当周出现了新低 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周周K最低的下方 并且当周的收盘价是跌破了60均值 那浙江玉市这个股价将继续下行 或者说是有新低的出现 那从K线的信息解读啊 这个股价将是要下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 那么在分析股价走势之前啊 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趋势线 我们新增一条趋势线 对 那么这个趋势线呢 我们是定义在第四周的最高 屏幕的右上方最高是987 对 然后是第六周的最高 对 是947 好 我们调整一下 好 那么 对 我们会看到我们新画的这个趋势线啊 几乎以原来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上进线是 几乎是水平 好 那么由于我们的股价距离原来的这个趋势的上进线啊 比较远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删除 对 我们使用目前的这个趋势线的上进线 好 那么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从 第七周 对 那从第七周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天见线 是一个变盘的信号线 带有长长的上引线 接下来在第八周生成的是一个锤子线 那是带有长长下引线的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那两周的k线合并我们会看到它是带有长上引线和长下引线的一个小的黑k 那因此呢 在当时我们把它定义为最高水平线和最低两个水平线之间 我们认为后续的股价将会对在这个区域盘整 也就是这两条线将成为一个标志 如果呢向上突破 股价会反弹或者说是转多 如果向下跌破 那么股价可能会继续下降 对 那么当时我们是这样定义的这两条线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九周 由于第八周生成的是一个锤子线 而且跌幅很深 那么在当周和第九周就出现了反弹 那第九周出现反弹之后啊 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先画了一个趋势线的上进线 我们会看到第九周的这个最高啊 也没有或者收盘 它并没有突破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上进线 嗯 那并且呢 更没有说突破我们上方定义的这个水平线 嗯 那么 对 我们可以看到 第九周也留有长长的上影线 形成这么一个K线 那连续三周我们会看到都有很长的上影线和很长的下影线 那说明这三周啊 多控拉锯是非常剧烈的 对 那么第九周反弹 没有过上方的标志线 我们再看到第十周 它并没有继续反弹 而是出现了一个中黑K线 嗯 那并且它的收盘是跌破了六十均啊 这预示着这个股价 在自第八周反弹 这个反弹结束 嗯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弹的结束啊 实际上这样一个中长黑啊 又成为我们新的一个标志线 一个标志 我们再来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下移 对 下移到这个第十周的最高 也就是八百六十六这个位置 好 那么下移它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水平线和原来我们下方这个七百啊 呃 这又形成一个新的区域 嗯 那也就是说 后续这个股价 呃 在接下来一周 只有站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 也就过第十周的这个最高 它才能够继续反弹 甚至是说转多 那否则股价可能将继续沿着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两条水平线的水平通道 或者说是呃 目前的这个下行通道去运行 嗯 那好了 如果在后续接下来的一周或者几周股价在这个水平方向呃 盘整 那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也就是他不能够跌破下方的这个七百这条线 我们指的是跌破 我们指的是收盘价 嗯 那如果跌破了这个七百的水平线 那股价不会沿水平方向 那他将会沿着这个下行的趋势去运行 好 那我们又说回来了 如果延续这个水平方向呃运行呢 如果能突破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下行趋势的上径线 我们指着收盘价 如果能站上他 甚至是站上上方的水平线 那股价将会继续反弹 或者说是转多 嗯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KD 嗯 那下方的KD我们会看到啊 呃 这个 目前 也就是说上方的这个股价 如果不出现大幅的下跌 我们会看到这KD值的快线啊 呃 很容易会上穿上边的这个慢线 那如果是出现了一个上穿 那也就是说股价有可能会 只要维持住这个盘整 那股价有可能会 呃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一个走势 好 我们再来看看MACD MACD有一个不好的指标 就是这个快线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零轴的下方 嗯 那这说明近期股价的走势啊 呃 将是呃 可能会一直会下行 对 那后续啊 取决于股价是否会回升 但是呢 还有一个现象 由于这个MACD的走势啊 滞后于股价 如果股价在近期能够去 在这个区域去盘整 那么这个时候呢 MACD的快线可能会继续下探 嗯 那也就是说通过盘整 叫以盘 待跌 那等待这个曲线 嗯 转为向上 对 那有可能 对 股价会出现转多 那我们这样分析啊 都是基于这个 第呃 叫做 呃 第八周的这个 带有长下影线 这个锤子线 因为这样的一个线形啊 通常在底部 这是一个见底的一个K线 对 但是呃 我们也不能排除 它会继续出现新低 因为上方我们会看到20均 距离还很远 那后续股价 我们呃 呃 不可以 就是不好预测 它是以盘整 待跌 还是以 继续下跌 来调整均线 也就是它会有这两个可能 好 那么 对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这个 呃 股价后续走势的一些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十一周 对当周开盘之后 也就是在第十一周 它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 呃 是当周新生成的五均值 呃 我们认为是在812到813之间 对 对不起 是在812到823之间 嗯 那再向上的一个压力位 是上经线的这个 我们画趋势线的上经线 和前面这个黑K的上沿 对 应该是在855这个位置 就是第二个压力位 那再向上的压力位 就是我们这个水平线 就是866 其实就是前面黑K的最高 嗯 好 再向上的压力 应该是当周新生成的十均值 应该是在868到这个873 这个之间 好 我们再来看看支撑位 那当周开盘之后的第一个支撑位 就是前面黑K的最低782 接下来是750 那750呢 在这个我们这个周线上是看不到的 我们回顾一下 是在日线当中 在2月24日出现反弹的这个长红K线的50% 也就是它的平均成本线 对 是这个位置 好 我们回到周线 那也就是下方的第二个支撑 是在750这个位置 好 那再向下就是700 好 那基于以上的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1周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很可能会是水平盘整 那如果是水平盘整呢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平开盘 或者说是一个高开盘 那么周中它的最低可能会下探到750 或者说是到达740 对 然后收盘会收在815附近 对 那周中它的最高可能会到达855 好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可能会是盘整向下 那如果是盘整向下呢 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 嗯 然后呢 盘中最高会到达815 对 也就是我们预测它会遇到新生成的这个五均值 对 是一个压力 然后呢 股价会一路下行 那最低我们认为可能会到达 685 这个位置 嗯 然后收盘会收在760附近 对 在这个位置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11周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嗯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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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